下面这个故事呢,跟一个寡妇有关 村里头有个长辈,按照辈分的话,我应该喊他张叔 张叔四十多岁的时候,妻子跟人跑了 从此呢,就杳无音讯 过了几年,张叔跟一个寡妇好上了 两个人住在一起过日子,但是没有领证 有了新的家庭以后呢,张叔就去我国最南边的 那个省份扛水泥,因为当时那是十多年以前 张叔去那个省份扛水泥 每个月呢,按时把钱去回家 为了省钱,他连续好几年的春节 张叔都没有回家 当张叔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呢,跟他同居的那个寡妇 又跟邻村的一个男人好上了 并且搬到那个男人家,同那个男人同居 寡妇呢,还把张叔家里的粮食啊 当时养的鸡啊,猪啊,还有一些家具啊什么 反正就是,他看得上了全部搬到新男人家里 他甚至就是把门前的那个橘子树一挖出来 搬到新男人家种下了 他几乎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了 只给张叔留了一床,就是很旧很旧的那种棉被子 那个被子用了很久之后,他就成鸵 然后还发黑 他留了一床那样的被子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村里人当时都知道 只是张叔因为他在外面还不知道 那么又过了几年,张叔突然就回来了 刚进村口的时候,他在一户人家 歇脚嘛,喝茶 然后那户人家呢,就跟他说了 家里出的这些事情 当时张叔还不相信 以为就是别人,就是长舍夫嘛,瞎说 等他回到家 看到空空荡荡的房子啊,落满灰尘 就很久没有人住了嘛 他这才相信啊 村里人跟他说的事情是真的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他当然很生气啊 就马上跑到邻村,情敌的家里嘛 结果情敌和那个寡妇呢都不在家了 可能是听说张叔回来了就躲起来了嘛 由于当时张叔去的时候 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 快黑了嘛 找不到情敌呢和那个寡妇 张叔就回了家 在空空荡荡的房子里边睡了啊 第二天清晨 清晨啊,大约是六点多钟吧 就是跟张叔同居过的那个寡妇 就站在张叔房子前面的那个山坡上面大声喊 啊,张某某上吊死了 张某某上吊死了 他说的那个张某某就是张叔嘛 当时村里头还很多人没起床呢 听见这个女人在那大喊大叫道 而且听说那个死人了嘛 他就都慌慌张张的起床跑到张叔家 他们跑到张叔家 发现张叔确实死了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张叔坐在床上 坐在床上啊 脖子挂在一根绳子上面 而绳子拴在床上面的那个木头架子上面 现在很多人没有见过那种床 那就是那种旧式的床 床的上面有一个木头架子是用来挂文章的 当时就是村里人去张叔家看到张叔 就这么死的是这么一个样子 就觉得很奇怪啊 就问张叔是怎么死 那个寡妇就回答呀 昨天晚上听说她回来了嘛 今天早上来看她 结果就看见她在床上这么吊死了呀 村里人听她这么说 当时不相信的 因为床上挂文章的用的那个木头架子啊 承重顶多是几斤重 根本承受不住一个成年人在上面上吊啊 如果一个成年人在上面上吊的话 早就把那个木头架子给搞散了 但是当时挂文章用的那个木头架子是好好的 只是张叔弄了坐在床上 脖子吊在那个上边 好像很轻松的样子 这明显不是在上面上吊的嘛 而且呢 张叔的脖子上也没有勒痕 如果是一个人上吊死了 他那个脖子上肯定有勒痕的 对不对 那么种种迹象表明明显不是吊死的 再者说 张叔的嘴角也很干净 没有泡沫啥的啊 说明也不是吃药死的嘛 那么张叔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当时哎呀村里人就怀着这么一个疑问 把张叔给下葬了嘛 就埋了 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当时 就是应该十多年以前了 村里人也没有啥法律意识 当时张叔也没什么亲戚在那儿 所以就没有人报告有关不明去查那个事 那么张叔就这么默默的死了 后来了村里人都说 张叔是被那个寡妇和情人合伙 用被子勒死的 因为当时张叔是四五十岁 如果寡妇一个人都来 肯定是勒死他的 没那么大的力气 肯定是晚上趁张叔睡着了 然后可能还有好几个人 就合伙把他勒死了 因为从他的死状态上 应该是勒死的 但是只是后来村里人这么传说吧 张叔究竟是怎么死的 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已经成了一个谜 我想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